硕士博士比您年龄都会大一些 有很多 所以光提到同步工程 不能像国内某些网红的主播提到 直接给他就定义了 这是不应该定义的 华人家长 就是感觉孩子去上同校 是他们的唯一出路 这些优秀的孩子如果留在这边 他学分级点高 他的简历上面有各种奖学金 很好看很有吸引力 这样的话有进展力 实际上有很多奖学金是可以申请的 硕士还少一些 博士有很多奖学金 那您的这个专业 就是相比于其他的 加拿大的这些名校 他们的专业怎么样 就是说呢 我们系因为有建筑工程 土木工程 然后接下来可能还会有环境工程 就是他有不同的细化的一些专业 我刚才也提到了 我们的建筑工程是一直是排第一的 土木实力也还是很好 像16年的上海有一个专业学科排名 我们还进过前20 世界前20 世界前20 但是每一年都会有波动 不同的机构又有不同的排名 所以我就不去具体化这个排名 但是我们的学生就业 总体都是非常好的 像我的学生 大部分都是还没答辩 就被公司给要走了 而且都是很大的公司 不光是在魁北克 学生他们毕业之后 是哪方面的去向呢 去到哪些公司呢 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吗 土木工程专业呢 大家可能一开始 只是笼统的知道这个专业 一直到研究生呢 因为他研究的方向比较细 像土木工程 他不一定就是去 只去建筑工程 他可以去做环境的 咨询的 也可以去石油公司 就是在所有的那些大的企业 他都有一些研发部门 如果是研究生毕业的话 大多还是去一些咨询 或者研发部门 公司的研发部门 因为我是卡拉加利大学 那边毕业的 他们的Imperial Oil 帝国石油公司 他也每年都是从土木系 招很多学生的 包括一些 想做树枝模拟的一些 DASO 这个ABCAS 这些软件的公司 因为他们 如果从招 从计算机专业过去的 他对专业知识 掌握的没有 这个土木专业的 做的系 另外还有一些 做建筑 节能的 一些建筑公司 他需要用到土木 这个地热 地热开发 结合建筑的供暖和供冷 另外还有一些采矿的公司 采矿公司 加拿大就 包括奎北 可以有很多采矿的公司 大的工程公司 现在也很多在做 Mining 因为现在魁省这边 要做一个很大的 一个电池生产机构 我的刚毕业 那个学生 他就去了SNC Lava Link的 那个采矿的 那个部门 研发部门 就是总体来说 土木工程这个专业呢 它是既包括地上 也包括地下 也包括人与这个环境相互协调作用 也包括软件 也包括设计 包括研究 所以他们的就业 真的是不丑啊 对吧 至少我们系 据我掌握的信息量来看 他们找工作是没有压力的 这边呢 有很多的华人家长啊 就是感觉这个孩子去上腾校 是他们的唯一出路 您有没有给这个 我们这些华人家长一些建议 是否这个有 还有其他的一些选择 这个呢 我之前也了解过 腾校 包括还有一些其他美国的名校 吸引力是非常大 对 我呢 个人认为呢 如果他能拿到那边的奖学金去 然后 这也是很鼓励的 因为他毕竟是名气很大 但是呢 我个人也认为 很多优秀的孩子呢 如果留在加拿大发展 他也是会非常好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这边华人兄弟 有的过来久 都有身份 然后移民或者citizen 他在如果留在加拿大 读这个本科的话 首先他对这个环境更适应 他更容易取得那个GPA 学分纪点 他可以 可以很高 这个很重要 因为如果你要是将来继续做研究 申请奖学金 主要就是看这个学分纪点 另外一个呢 就是他如果是移民 他有这个身份 或者是citizen 那至少有一些 有很长期在这带的 他有citizen 他加拿大这个政府 是有专门 给这个 是移民以上的 拿到PR以上的这些 学生的奖学金 他们申请会容易一些 他知道美国的大学也有奖学金吗 加拿大政府这边给这些PR 就是移民啊 这些国籍的这些孩子 也有奖学金吗 那些主要是在博士之后 比如可以在这边读本科上研究生 博士后或者博士 他有一些奖学金是资助去出去的 就跟我们国内的公开留学似的 但是他给你很自由 你可以回来也可以 之后要不要说 必须要回加拿大就业 这个没有没有那个没有这些要求 但是前提是你在这边有 这个PR就是永居身份 或者是国籍啊 就是加拿大政府也是 给这些学生有很多的帮助的 所以呢 这些优秀的孩子如果留在这边 他学分级点高 他的简历上面有各种奖学金 很丰富 不管是就业还是申请 继续读研究生硕士 他简历很好看 很有吸引力 这样的话有竞争力 所以他这些学生他的未来的就业也非常的好 对吧 是 比如我之前就是带过有一些本科生 他因为是PR 他就自然科业基金就每年暑假就给他们发工资 去和教授去做一些基础的研究 这些学生可以很早的去了解专业知识 了解专业去向 我带过那四五个 我看都是很容易找到非常好的那个公司 他们也不一定要做研究 但是他很快就对本专业 非常了解 所以同校也确实不是唯一的出路 是 我觉得加拿大这个移民国家 他就是比较好的一点就是 他给我们孩子的未来有多重的选择 另外咱们在加拿大 包括北美 就是对学校排名 没有国内看的那么那么重 我们这些有普通学校的 就算没有特别特别top的学校 毕业生如果你的研究做的好 文章发的好 也一样是可以在名校里面找到教职的 我们系就有很多 在普鲁图抹系 在欧洲瑞士的苏利士联邦这些 还有其他的排名特别靠前的学校 找到教职的 这边读了研究生在那边找到教职也有很多 所以这边主要注重的是一个个人的一个能力 不光是学历 那个人的学术水平也很重要 是 当然如果去名校他可能接触的更多优秀的人也有很多 更多也是可以鼓励的也是鼓励的 但是不是唯一的出楼 如果是特别优秀的孩子留在加拿大我个人认为他的发展一样会很好 这张挺像你的背影的 对这是我们学院举办的那个教工的乒乓球比赛 我当时还拿了个第二名 您现在这个招生就招 主要是招哪招研究生研究生啊 博士生硕士生都招啊 那这个招生有没有什么压力呢 其实压力也还是有的 就是因为现在好多国内就是留在国内读博士啊读硕士 很多然后出国申请出国的 我是说咱们中国 嗯出来的没有那么多了 然后我的课题组里边其实大部分是是外国人啊 伊朗人埃及人巴基斯坦的为数比较多 其实我还是希望更多的招一些 嗯咱们的华人 华人对这个毕业生过 您招的这个学生呃是有一个什么样的要求 就什么样的学生qualify您的这个呃招收的一个方向呢 嗯嗯我的这个研究方向呢 我我对学生还是期待他们对对这个专业有兴趣 对自己将来的定位很明确 嗯我就是要做研究的 我对发现规律发现自然规律 呃有有有很大的强烈的兴趣 另外呢基本功得得特别扎实 嗯现在不一定需要有很多论 但是你的数学力学的基础还是要有的 因为我发现做到最后 嗯不管是做呃哪个方向的研究 到最后还是数学在起很关键的作用 所以呢我我这个希望能基础能打好 这样的话呢在后进发挥方面会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呃您对就是这些学生将来想去呃高校 当老师或者是做一些研究方面的这个方向 有什么建议呢 嗯嗯这个呢我嗯 觉得可以从本科开始就就左手 因为有一部分学生他在刚入学的时候 没有一个具体的概念 就是我高中或者CJ毕业了 我来来上大学 嗯一开始可能会忽略这些 只是学一些大致的课程 对专业也没有了解的那么细致 嗯我我实际上是很建议在大一刚入学的时候 就去参与一些呃教授的基础的课题 因为加拿大自然科学基金或者很多高校 他有一些专门的经费是支出资助这个本科生来参与研究的 比如在一开始的时候他只是对学习课本知识啊 嗯他很强 但是他就真正做研究 他并不一定会发现自己有这个优势 有很多学生他是参与课题过程中 发现一些规律对研究有兴趣了 像像我之前带过一些本科生 他暑期参与一些数据分析呀 他就更加更加细致的知道自己将来做什么 而且跟自己的导师 那本科暑期的导师有更深入的交流 嗯他更了解将来 跟自己的将来的导师可能会有一个怎么样的互动 互动 嗯对研究 这个是不是我将来职业喜欢的方向 嗯 他我是很鼓励本科高入学就就申请这些呃 奖学金啊 他对像对本地移民或者呃 Citizen他有有很多这些资助的嗯 像自然科学基金本科生呃奖学金 这是可以申请的还有各个学院也有一些专门 如果你不是PR学院也是鼓励的也有这些经费的 嗯 可以申请的嗯 本科呢 经过本科的训练 他对研究有些概念 然后对于研究生申请阶段呢 就很重要了 你的研究方向一定要很细致的查 导师他做过什么项目 像有一些我们的很多项目是公开的 他有些媒体宣传 有些自然科学基金 直接是把你做的研究嗯 像五年的研究的课题的方向都是挂出来的 这样可以可以更清楚的知道嗯 这个老师他主要做什么嗯 另外一个呢 就是呃硕士 他一般都是比较短的两年嗯 两年到两年半 博士是比较漫长的在加拿大或者美国 啊 呃 要要在互动方面跟老师互动方面 这一点也是需要嗯 要考虑的你要是跟他面试的时候呃互动能不能相处来这些也是需要需要考虑的 因为如果是一个很融洽的五年关系 你们这个成果出现会出会出很多成果 硕士博士他其实是导师 呃和学生就是其实包括招收学生也是导师是起个决定作用 是嗯然后呢 这个也是双方也有一个默契的一个过程如果双方不要配合默契是能做出很多课题 在申请的时候就要联系导师确定了他对你有兴趣你对导师也有兴趣是然后呢才能去实际上有很多 奖学金是可以申请的硕士还少一些博士有很多奖学金其实这种更多像一个工作关系 所以我看英文里面也要讲这个叫undergraduate和graduate graduate就指的说已经毕业了是认为本科以后其实就是毕业了那硕士博士其实就是做课题对吧 是这样的一个英文的一个一个解释也是能够理解的啊是啊如果有学生或者学生家长对您的专业或者对您这边的研究的课题感兴趣 我们是如何联系您呢是这样啊我们这个建筑同步于环境系官网上面有很多这个宣传册还有视频包括一些老师的研究方向还有那个实验室的一些照片都是可以在官网上搜到的就是如果要是对我自己做这个地热和动土气候变暖这个方向特别有兴趣呢你也可以直接在我的主页上通过我的邮箱来联系我 Cancordia这个名字在国际上好像这个一搜起来有好多学校在美国好像有几所听说他这个译法有好几种啊一个叫康考迪亚大学我们说的比较多或者康考迪亚大学或者还有叫这个协和大学的啊是啊那我们这个学校就Cancordia这个蒙特尼尔这个Cancordia 跟其他学校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啊啊是这点我还要澄清一下因为呃一搜Cancordia美国有好几所加拿大有两所呃但是但是呢只有在我们这个蒙特尼尔的Cancordia是唯一的研究型大学在其他地方呢都是教学型的以教学为主的呃Cancordia University at Montreal这个是研究型的综合综合性的大学研究型大学是不是指的就是说他有这种叫graduate program对吧对对 其他的学校他可能没有这个只有本科或者是专科类似的这两个学校我们用的名字用康考康考迪亚大学比较多嗯也有少数用协和大学哦英文的只有一个Cancordia University OK